广告中的U11能上山能下海 更被评选为2017年最佳旗舰机 但似乎没能拯救宏达电 不仅年营收连六年下滑 陆媒更爆料去年底潜入 位在上海的维修部门 不仅看到有员工用手机看视频放音乐 更有人隔空看远方同事聊天 而另一头检测线上原本有六七个人打理 现在只剩一两个 甚至测试明明没通过 却照样往下走 只为了节省时间 立志员工更说 年前刚处理掉2000多台业务量 现在又没多少活可干了 在这里看不到未来 我记得售后服务部门都没有看到 员工能够对于手机后续的状况 去进行一个维修 表示宏达电的手机 真的在市场上卖的不是很好 跟Google跟深度的策略合作 我相信这是个非常好的策略 才刚卖掉手机代工部门 誓言专攻VR领域要立晚狂澜 但看来也不景气 陆美直说 以前十几名维修人员 每人一天修五到六个 现在是两三个人 就能负责全部的业务量 目前看起来VR的发展 算是一个趋势 但是它比较集中在于小众的市场 未来要如何能够跟 庞大的消费者族群 能够再进一步的做结合 进而能够去拉升整个 销售的一个状况 这个倒是后续宏达店需要去留意的 感谢各位股东们的支持 希望HTC的未来能有更好的成绩 外界都在等好成绩何时会出现 而宏达店上海场是否真如爆料所说 只结告前宏达店都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比起他们没事做 台湾劳工则是有够血汗 根据主席总处2017年5月数据 全台高达14.6万人 每周工时超过60个小时 每个月工作达到240个小时 比起劳机法的上限206小时还要多 东森才经新闻要两立台北 参加报道